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梁慧球入境投案 据南越清风微信公众号消息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 和广东省追逃办具体指导下 经中山市追逃办不懈努力 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梁慧球 从境外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主动归国投案梁慧球 南1968年5月7日出生 中山市坦州镇规划管理所缘所长 涉嫌贪污罪 办案机关严格依照国际规则和国内法律 多措并举开展追逃工作 在法律震慑和众策感召下 梁慧球最终决定回国投案 并自愿退缴全部涉案款物